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年过50岁的男性,身体开始走下坡路,因为年龄的增长,身体会逐渐衰老,如果身体出现了四处缩短,一处变长时,别不承认,说明你已经开始衰老了,应该注意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,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让自己更加长寿。 那么,到底怎么做呢?赶紧一起看看吧! 男人衰老时 身体有四处缩短,一处变长 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四处地方没有缩短,就说明还年轻。 第一处缩短,身高 人在慢慢变老的过程中,身高上会出现变短的情况,那是因为在衰老过程中出现了驼背,或是肌肉萎缩的情况。 男人在老年和中年时相比,平均会缩短三厘米左右。 所以,当男人开始出现了身高缩短的情况,也是你已经开始衰老的信号。 第二处缩短,睡眠。 当人开始衰老时,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变慢,器官功能下降,不需要过多时间的修复。 老年人睡五到七个小时便会自然醒来,如果你也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,说明已经开始衰老了。 第三处缩短,听力。 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听力也会随之下降,出现了耳鸣耳背等情况,甚至还有的老人需要借助助听器。 这与人的器官功能下降,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第四处缩短,视力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的视力也会出现下降。 视力下降是人开始衰老的信号之一。 如果男人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,说明已经衰老了。 一处变长,牙齿。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会出现牙齿变长的现象,其实并不是牙齿变长了,而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牙龈开始出现萎缩,不能更好地保护牙齿,就开始出现了牙齿的松动、掉落等问题。 总之,男人过了中年以后,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以上五种情况,说明身体已经开始衰老了。 但是不要着急,男人四十岁后想长寿,必须要紧记三T三戒。 男人四十岁后想长寿,紧记三T三戒。 先来看看三T。 一,以茶剃酒。 酒不仅伤肝而且伤肾,过量摄入容易导致尿酸升高,诱发痛风性肾病。 所以,平时一定要养成以茶代酒的好习惯,多喝一些护肾茶水。 比如龙须玉竹茶,用龙须、蒲公英根、玉竹、玫瑰花做成茶包,每日泡水喝即可。 龙须就是俗称的玉米须。 乳肾、膀胱颈、具有利尿、利胆等作用,可改善肾盐水、泌尿系感染等病。 同时,有利于改善肾功能,减轻或消除药蛋白等。 蒲公英,具护肝补肾、清热解毒功效,是促进肝肾活动的一味良药。 而现代研究也发现,蒲公英含有维生素C、维生素B和蒲公英素等,能促进肝和肾的活动。 玉竹是很好的养阴生津的药材,玫瑰花性温即可以中和茶中的寒性,还有很好的温味活血的作用。 死者搭配对于养肾排毒有辅助效果,日常作为带茶饮是不错的方式。 2.以速替昏 男人口味过重会导致许多疾病,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关心病等问题。 所以,在平时尽量饮食清淡,少油少盐,多以速替昏。 每日蔬菜摄入最好达到500克。 蔬菜含有丰富的钾、钙、钠、铁质等碱性矿物质,不仅能平稳血液中的酸碱值, 还可以促进胃肠蠕动,减少肠道疾病。 3.移动替坐 长期不锻炼,习惯久坐,意使得男人们感到疲劳,大脑思维迟钝,精神压力增加,人就会变得心神不宁,容易生病。 了解完三体,我们再来看看三界都有哪一些。 1.戒色 难道中年? 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衰退,肾脏也容易出现问题和毛病,如果纵遇过度,就容易导致肾气亏损, 甚至影响人的免疫功能调节,最终影响到寿命。 2.戒痘 壮年时血气方刚,正当强,此时也是比较喜欢增强好痘的时候, 长期增强好痘,怒气相伴,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, 且过于增强好痘的人往往会因为心理衰竭而诱发健康问题。 3.戒懒 这个懒指的是懒得看病,有数据显示,男性看病率比女性第三成, 大部分男人有病时就喜欢胡乱买药解决, 而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则不会理会这种小毛病, 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。 所以,一旦发现身体有任何不适,都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, 以免恶化成大病。 3.男人保持年轻,延缓衰老的五个秘诀 1.运动 科学研究发现了耐力性运动时,肌肉可增加端力的转路并激活, 促进新陈代谢对抗衰老,可以多做有氧运动,步行,快走,慢跑,游泳,打太极拳等。 2.饮食 适合人类本来生理的饮食分配,因为 美国抗癌协会研究表明,睡眠时间跟寿命直接相关。 30-60岁的成年人,睡眠不到70小时的男性,比睡7-8小时的男性,死亡可能性高出26%,女性高出21%。 许多疾病与睡眠不足有关,例如老年痴呆,癌症,心血管疾病,肥胖症,糖尿病,抑郁症,焦虑等等。 大脑光是醒着就会产生有毒物质,但是在睡觉的时候,人的脑细胞会收缩,细胞之间的间隙变大,让脑脊随夜可以清理掉白天累积的有毒物质。 4. 情绪 通过实验证明,情绪的波动对于端粒体的影响很大,当一个人的精神紧绷,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,端粒体的磨损频率会逐步增高,这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延缓衰老的方法。 比如自身情绪中的敌意,举个例子,你觉得排队长是因为排在你前面的人故意和你作对,这就是敌意情绪。 自身情绪中的悲观,悲观的人总对事物有负面的预期,压力来临时,威胁感会明显强于挑战感,容易胡思乱想。 比如有的人因为对一件负面的事情耿耿于怀,无法停止想这件事,长期下去就会影响健康。 五,婚姻。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,婚姻对您预期寿命的影响取决于您的性别。 近百分之百的男性,百岁老人都是已婚或晚年才逝去配偶,也就是说,对于终身未婚的男性,其寿命必然会受到影响。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教授斯特凡·费尔德研究小组的这份报告,在对欧洲各国超过十万名居民生活开展跟踪调查后,科学家发现,婚姻时每名男性增瘦1.7年,但女性的平均寿命将因婚姻而减少1.4年。 总而言之,对于自身的衰老不要过于担忧,积极锻炼身体,调整作息时间,规律生活,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绪,会延缓衰老的到来,身体也会更健康,更容易长寿。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